好 美好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固態變化於前面 那普通的物質 像水蛤 它有三態 就是固態 液態 跟氣態 那什麼叫固態呢 固態就是說它的那個體積 它的體積有沒有固定 就是說固體呢 它體積固定 而且形狀 應該這樣講 體積 固體的話 它體積固定 形狀它也是固定的 那這個我們稱為固體 那液體的話 它體積有固定 形狀沒有固定 等理 那清體它體積沒有固定 形狀它也沒有固定 等理 我們用這樣來分開那個 固體液體氣體 好 那比如說水好了 水的話有這三態 那通常固態的能量比較低 液態次之 它氣態的話呢 能量最高 為什麼有氣態呢 不是啦 因為氣體的話 它可壓縮嘛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 一箱氣體啊 你很容易給它壓縮嘛 這體積沒有固定啊 我們所謂的體積是 固體占據的空間啊 它沒有固定 因為它可壓縮嘛 但是固體它是不可壓縮的 那液體的話也不太可壓縮 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研究一下 這個固體的三態 我們以水當例子 水的話我們現在看 我們假設這個水 它就從-5度C開始 開始加熱 所以當這個水 是-5度C的時候 它是固體 因為它的能量夠低嘛 那能量夠低的時候的話 這個水分子 它就要整齊排列在固定的位置 好 那整齊排列在固定的位置 它還有溫度喔 那代表什麼 代表它有震動動能 這-5度C代表震動動能 我們不是講說嗎 講說那個溫度什麼 溫度就是分子動能的表現 所以它在原來位置震盪 什麼時候 分子才不會有動能呢 就是絕對零度的時候 絕對零度的話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靜止下來 不過的話呢 這個溫度我們是沒有辦法達到的 這個有還有一個定理 所以就是說 熱力學不知道第五定理還是第四定理 應該是第五定理 第五定理的話就是說 那個溫度不可能完全為零 我們可以逼近到它為零 但是不可能完全為零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討論這個 就是說 我們假設它是從-5度C 開始加溫好 -5度C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水分子 它做規則排列 然後在它的那個固定位置上面 稍微做震動 那這個就5度C 然後你慢慢給它加熱 那一給它加熱的時候 它的震動動能加大 震動能加大的話 代表它溫度會升高 溫度升高 等到溫度升高零度C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結構開始瓦解 物體開始瓦解 分子的結構開始瓦解 開始瓦解以後的話 它的相關位置就開始變了 它的距離就加大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距離就加大 而且不是固定在原來位置 會交換位置 會交換位置 這個時候就變成液體 但是呢 這個時候 變成液體的這段時間 它溫度不會升高 為什麼 因為你加進氣的熱的話 是提供什麼呢 提供它瓦解的熱量 就提供它分子之間的距離加大 它就從這裡開始瓦解 這裡距離開始加大 這裡距離開始加大 每一個分子開始加大 也就是它的冰是慢慢融化的 冰慢慢融化的話 也就是說 它從最外端 這距離加大 所以你加進氣的熱量 是提供什麼 提供分子之間的距離加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表現在溫度上面 它動能就沒有加大 動能沒有加大就溫度沒有加大 這個時候的話 你加進氣的能量 我們叫潛能 所謂潛能就是說 沒有表現在溫度的能量 就在潛能 沒有表現在溫度上面的 就是表現在它增加距離上面 這潛能就是衛能 就是分子之間的距離加大以後 那是什麼使它加大 就是你那個提供的熱量 熱量就是一種能量 熱量能量所以它就是有溫度 它有熱量就有溫度 沒有熱的話是一種什麼 熱是一種能 熱是冷的 熱的話是能的一種 我們家哪會做實驗 然後這個熱量的話 熱量的話你加進去的時候的話 是提供它分子之間的距離加大 它的什麼呢 它的振動動能沒有改變 振動動能沒有增加 就是說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給它加進去的嘛 加進去的時候的話 它的振動能沒有加的 但是呢 加大的時候的話 加的時候當它什麼呢 當它的那個 距離加大以後的話 它溫度又降下來 就是它的動能就減少 就是說你可以這樣想嘛 我們不是有學過外有力嗎 外有力的時候的話呢 這裡的速度是V1 當它的距離變大以後的話 這速度是變小 距離加大以後速度就變小 當它溫度增加的時候的話呢 它的動能就減少 對吧 就是說你一開始加熱的時候的話呢 它動能要加大 但是等它的距離加大以後 溫度會下降一點 對吧 也就是說 你加進去的熱量的話 在瓦解的這段時間 在使得它呢 那個距離加大的這段時間的話 它動能是不會增加的 因為你提供 提供進去的能量 都使得它的什麼呢 為能增大 一直讓它為能增大 增大到什麼時候 增大到全部的什麼 全部的分子的話呢 整個冰塊都完全瓦解了 完全瓦解了以後的話 就是完全變成液體了 液體 液體的時候的話 分子跟分子之間 也有一個固定的平均距離 那固態的話 它也有個固定的平均距離 兩底 也就這段時間的話 它溫度沒有改變 這時候是0度C 好啊等到它什麼呢 等到它那個完全 對了啊這個 這個水喔 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溶解熱 溶解熱的話呢 是什麼呢 是80卡路里 每克 就是你要讓一克的冰 完全融化成水的時候 你需要提供80卡路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當然還要記啊 這要記啊 這個是它溶解熱 冰的溶解熱 沒有問題吧 好 那等到它完全溶解完以後的話 你繼續加熱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你加熱的話 會提高它的振動動力 這時候溫度就一直升高一直升高 80卡 每克80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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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能有關係嗎 這就是潛能啊 這單位啊 單位就是潛熱 將來這個是讓那個熱就是能 我們將來會告訴你 而且我第一堂課就不是跟你講 什麼熱 熱就是分子動能表現 對吧 所以那個熱量的話呢 也是能的一種 那我們呢 最後一節的話會告訴你那個 焦耳定律 焦耳定律的話 勾買有沒有 能量呢 當然是焦耳嘛 焦耳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卡路里 之間有個關係 有個換算 一卡路里齁 是等於4.2焦耳 一卡路里相當於4.2焦耳的能量 這個你們國中有沒有知不知道這些食材 知不知道 對啊 一卡路里的外桶 你都會 4.2焦耳 好 等到焦 溫度加到100度C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你再繼續加溫的 你再繼續加熱的話 這個時候它的分子間距離又加大 分子間距離又加大了 然後由液體變成氣體 這個時候它溫度不會改變 你加進去的熱量的話 是提供它的分子之間的距離加大 這個時候就開始氣化 然後氣化完整氣化完以後的話 你再加熱之後 它溫度還會繼續上升 等於 好 這個氣化熱的話 氣化熱的話呢 是540卡 每顆 氣化熱是怎樣的 540卡 欸 氣化熱是 這個好像有個符號 符號我忘記了 這不曉得要用什麼符號 這氣化熱啦 氣化熱啦 氣化熱 那個是80卡 是那個融化熱 84卡是融化熱 540卡是氣化熱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好 那這個呢 由這個 由固體變成液體 這個過程我們稱為相變 稱為相變 這相的話就是固體液體氣體 固體液體 好 這個是水的例子 好 那我們呢 畫個圖 他們之間的關係 固體液 固體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液體 這是氣體 我們正常情況底下 如果那個固體呢 你加熱以後 的話變成液體 加熱變成氣體 有些物質的話 在某種條件底下 它可以直接從固體變成氣體 那這個過程的話 我們稱為什麼呢 叫做那個 昇華 這樣過來我們叫昇華 這樣過去的話我們叫擰華 比如說像蟑螂 你們的話 你們有沒有用過蟑螂 蟑螂 這樣拿來的話 放在衣櫥裡面 它對慢慢慢慢的話就沒有掉 鋼冰 鋼冰那個 那個不是喔 鋼冰的話 也是固體變氣體 固體的話 對 固體的話 它變氣體 固體直接變氣體 然後你看那個鋼冰 有白白那個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那是那個水蒸氣 凝結 對啊對啊 是小水滴 小水滴是算液體嗎 那個是液體 就是它本來 本來周圍有水蒸氣 對啊 水蒸氣的話 那你乾冰嘛 乾冰吸熱以後 變成二氧化碳 它把周圍的熱吸掉 對吧 它吸掉以後 它本來是水蒸氣 對不對 水蒸氣的熱量比較高 它的熱量被吸 被吸走以後 它就凝結 變成液體 因為液體的那個能量比較低 對吧 所以那個白色的那個很強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叫做什麼 液體變激體 叫氣化 它這叫凝結 那這個叫做 這叫凝固 它這叫融化 這上面都會寫 好那這裡的話 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這個 那個相片圖 物質的相片圖 這其實物質的相片圖的話 是很難的東西 不是那麼好看 不過大略的話 跟你講一下 跟你們講一下 現在這個圖的話 通常的話這個 這個 這個是固體 這個是固體 那固體的話 這裡應該是液體 這裡是氣體 這裡是液體 這裡是氣體 溫度 那我們現在比如說 比如說 這裡的話 這個界線 這個界線 這條界線是固體 跟液體並存 這裡的每一個點 是代表固體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物質 它現在的話 溫度這麼多 壓力這麼多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全部呢 是固體 那現在有一個狀態 是說 它溫度這麼多 壓力這麼多 它是固體跟液體 共存 併存 比如說 它在這裡 它溫度這麼多 壓力這麼多 這氣體跟液體共存 對不對 比如說 如果壓力在這裡 溫度在這裡的話 那只有液體 這裡的話呢 比如說 溫度在這裡 壓力在這裡 這時候只有氣體 有問題吧 這一點的話 就是所謂的三項點 就是說 它是 這裡的話是三項點 液體 固體 氣體共存 有問題 有問題吧 好 那其他問題的話 那這裡的話 這裡 這個是比較正常的 一個什麼呢 一個物質 這個是正常物質 正常物質的話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那個凝固點 你看看 它是往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 當我壓力夠大的時候的話 這個壓力大的時候的話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那個凝固點 比如說 我壓力 就是壓力大的時候 比如說 我壓力增大的時候 它的凝固點的話呢 升高 它 這個 栗子的話 就不太好舉 因為我們普通都是 舉那個什麼 舉那個水的栗子 對吧 那水的栗子的話 它不是一個正常的栗子 水的栗子的話呢 就是說 你 你 把它什麼呢 你如果 如果 如果 如果給它加壓的時候的話 它凝固點的話 會降得越低 是不是 肺點會降低啊 不是啦 我們現在只講凝固點啦 就是你壓 凝固點 沒有沒有 凝固點是哪一點 這冰點啊 它的肺點怎麼會降低 你在壓力增大的時候的話 它的肺點會升高啊 肺點會升高啊 可是不是把水拿到高身上去 水會煮不熟 水會煮不熟 是因為呢 它不到100度C就會沸騰 對啊 所以肺點會是降低啊 對啊 肺點降低是因為它壓力 壓力減少 所以肺點是降低啊 壓力減少肺點降低嘛 對啊 所以你壓力增大的話呢 肺點就增高嘛 壓力增大的話 肺點就增高啊 對啊 這個冰的話呢 在冰點的時候 就比較不正常 在冰點的時候的話呢 你壓力增大的話 它冰點的話會降低 會在0度C以下 那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 因為最主要是那個 冰的那個密度啊 比那個水要小 也就是說呢 當你一個冰的話 你給它加壓以後的話 它就不容易結冰了 你溫度必須降得更低 差才有辦法結冰 兩筆 所以它的形狀的話 就跟人家 跟人家不一樣 它形狀就是這種 人家都是往這邊 對不對 但是它卻是往這邊的 卻是往這邊的 人家 當你什麼呢 當你壓力 壓力增加了 這個是0度C啊 這個其實不是真正的意思 好像是0.013度C啊 這三項點 當你壓力增大的時候的話 它的0度C會降低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水的 水的三項度 壓力增大的時候 它0度C會降低 這是負的 比如說負3度C啊 有沒有問題 是這個土 有沒有問題吧 所以這個土是水 是水的 水的是不正常的 但是呢 不正常的 卻是我們呢 日常生活呢 要用的 所以你看喔 你看那個 不過這個大自然 就是這麼奧妙 因為水有這個特性 所以使得 我們這個自然界的話 萬物生生不息 不然的話 你想想看看 池港 歐洛斯諾 或是那個北極 北極的話 那個海裡面 它那個魚還會 還能夠生存嗎 為什麼 因為當 當呢 當那個 溫度在0度C的時候的話 有一些會結冰嘛 啊冰的話 因為它冰度比較小 所以它浮上來 那浮上來以後 它就對底下的水的話 給它加壓 所以底下的水的壓力比較大 那壓力大的時候的話呢 它的那個冰點就會低於0度C 對吧 所以的話呢 它即使 就在什麼呢 就在什麼呢 就在底下的時候 它即使是0度C的時候 它也不會變成冰 所以的話 雨還是有辦法在裡面的生存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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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況 更何況的話 它的那個溫度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海底 這裡的溫度的話 也會比這裡稍微高一點 這怎麼講 它會維持它的4度C 對啊 4度C它的溫度 水的話 就是最大 所以的話 它那個 它那個 它的4度C的水 就會往底下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所以的話呢 所以的話 它這裡的話 就什麼呢 就那個 就是不容易結冰就對了 對不對 這裡的話 因為什麼 因為它壓力很大 沒有問題 其實它低於0度C 它 你像北極的話 北極的話 北極海底面的話 它的溫度也不會是4度C 它溫度的話 是在0度C以下 不過的話 它也不會結冰 為什麼 因為這裡受到的壓力 壓力夠大 沒有問題 因為你壓力大的話 它冰點的話 就更低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液相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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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固體跟液體共存 就是這些線 就是共存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看看 液體 這裡有液體 0度C一大七大下 冰水共存 100度C一大下 水增氣共存 水跟水溫共存 0.01度C 4.58 鞏柱 毫米鞏柱池 冰水 水增氣 三項共存 在此 稱為水的三項點